第38题 在滴定的过程 甲溶液之颜色会如何变化 甲溶液是盐酸 他加了一些去分泰指示剂 分泰指示剂在盐酸中是无色的 所以甲溶液开始是无色 但他往里面加氢氧化钠之后就会越来越减 达到酸碱中和的时候颜色就会变 那么分泰指示剂的变色是变成红色 所以我们甲溶液就会从无色变成红色 所以第38题问我们说 甲溶液之颜色会如何变化 我们答案选的是B 由无色变红色